我的天呐 我一直认为咱们观光车项目 是动物园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要不是今天看一眼 我一直不知道这几年我做的都是 亏本买卖 年利润居然还是负数 原来这帮游客一直都在白嫖啊 这能怎么当然不能 来直接涨价涨到8块 8块游览牛牛动物园 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不是 还有这个缆车也是 我动物园第9集的时候就建好了呀 现在连本钱都没回 天呐牛牛已经哭哭晕在厕所 这必须涨价 5块良心老板其他的不谈 OK 处理完这些糟心事之后 今天牛牛给大家养点特别的动物 他在古代通常被叫做 林里、龙里以及十里鱼 当然绝对不是鱼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也没关系等会就知道了 现在先把昨天的斗收场改造一下 这种环境看着还是太销售了一点 好的 然后再将围栏全部换成绿子 前面的围栏就全部换成单向玻璃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主角 没错就是穿三甲 相信大家也一定听说过他们相关的悲惨故事 因为某些原因呢 他们曾被广泛的猎杀 目前也是我国一级野生重点保护动物 那么相信他们在我牛牛动物园里面 肯定是无忧无虑的 头上那只手就是用来保护他们的 你们只管像孔雀那样 在七地里面使劲伸就行了 哈哈 那么养动物 牛牛肯定是认真的 来把七地布置一下 他们喜欢的花草树木、石头 全部都安排上 需要啥就放啥 绝对不能亏待他们 是吧 好的 玩具再给他们摆上 虽然他们没有难受要求 喜欢住在山洞里 但是牛牛 有什么就给你什么 必须要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OK 穿三甲的七地呢 不止就可以了 昨天有很多小伙伴跟我说 我见到这个如来生长很亮 那么咱们就延续它的优点 让它更亮一点 来一起欣赏一下 哇 怎么样 是不是很beautiful 我自己都想进去做两天 nice 怎么样 还不错吧 兄弟们 这样绝对不会亏待咱们的中华穿三甲 把他们吃后疏忽了 到时候跟我伸个百八十字的 哎 稳妥 一个字 绝 那么今天的动物园建造就到这里 心灵的穿三甲大家喜欢吗 喜欢点关注 我是牛牛 下期见 拜拜